下一位會講的子儀 我們一起幫你答應 好 又正面了 大家午安 午安 這是大家說的第一件事情 午安 好 現在只有這位同學回答我 大家給我一個掌聲 午安是非常簡單的話 跟早安以及晚安是一樣的意思 都是要耐耐耐耗 可是有時候我們在說午安的這個語氣 如果出了問題 對方的感受是不同 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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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剛剛每個人的每一種表現 都可以給人家照理來說 所以第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 可是說話內容沒有問題 而且語氣做的問題 一切就不對了 對不對 好 來 我的名字叫子儀 那大家今天我們不是來教課 大家可以不要叫我子儀老師 就叫我子儀就好 所以 大家好 我叫 子儀 謝謝 好 念一下我們今天的表題好嗎 該變從 說話開始 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希望這十二分鐘 我不會講太多的事情 因為只有十二分鐘而已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把這些東西 我會分享一些工具 大家可以馬上把工具 帶你教室學到點東西 可以嗎 好 第二件事情 這些東西都可以拍 大家不是拍我 等一下會有一些 含金量高的簡報 大家就可以直接用手機拍照 不用客氣 好嗎 好 那我們往下走 會覺得自己 上台說話容易緊張的舉手 好 第二個問題 覺得自己 要跟人家說話的時候 你覺得沒有自信的舉手 好 來 我們先往下走 第一件事情是表達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簡單的表達工具 先自我介紹 一開始 我本來想當主持人 可是物打物撞之後 變成講師 一開始我想當主持人的原因 是因為 我的老師 在我十八歲的時候 他叫做王冬明 王冬明老師 他就看著我的眼睛 我們第一次見面 我覺得你會有興奮 要不要試試看 我就 好 好 後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 原來好像常常跟人家這樣講 但因為我誤打誤撞 所以我就開始當主持人 現在誤打誤撞 我發現現在的 不管是年輕人也好 或者是職場公主也好 好像對於說話 有那麼嚴重的 不掌揽 跟無法突破的 一個關卡 所以我後來開始當教師 教授同學 教授我學人 口語表達的技巧 如何把話說好 我想每個人都需要這個能力 因為你不見得 就開始當工程師 就開始做才能夠設計 如果有一天你想要轉高 如果有一天你想要 往更高的地方邁進 你需要不要說話 你非常需要 我跟大家一樣 我一樣這些能力 都從配方跳下來 這是我13歲的教授 哪一個是我 好 這個呆呆的教授 下一個是我 那時候 班上班同學會 我13歲的時候念果名 老師就問了 有沒有人要表演 其實我很沒有人自信 可是我那時候好愛演魔術 我每天拿一部 沒有用普通的普通的普通牌 普通的普通牌 到處跟人家變魔術 變三四根做一次會成功 可是我好愛變魔術 所以我就舉手了 好啊 那我來 又過了一年 班上又要辦同樂會 這時候老師就問說 有沒有人要來主持 那個時候他不是做主持 因為我沒聽懂 誰做主持 有沒有人要來帶同樂會 請問 誰舉手了 你 我舉手了 可是其他同學有舉手嗎 因為沒有 我們台灣的教育 並不鼓勵小朋友 只不到了表現自己 我們不堅信 所以很多人的才能 變成目標了 也就是上台之後 發現我好像有一點能力 可以跟大家 好像有能力 在台上說話有沒力 當然又過了好幾年 我有一天 我十八歲了 這是我十八歲的樣子 因為受到網路表示鼓勵 所以我開始主持活動 從原本五十人 到五百人 最後變成五千人 當然沒那麼誇張 幾千人而已 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實 今天是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如果我十三歲的時候 我沒舉手 如果我十八歲的時候 沒有在人家鼓勵下 我就說好 我就舉手 其實今天 我沒辦法在台上 所以我想跟大家講一個結論 幫我唸一下好不好 3 2 1 這個先求有再求好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剛剛我們聽到了 Lee 以及Sharon 他們的分享我覺得超讚 為什麼我很喜歡 因為 他們有沒有主持之間 沒有 可是一個客戶找他 或大家都會找他 來主持的時候 他們說什麼 OK 好啊 如果他沒有這個有 後面我別動可能變得很好 不可能 所以 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個觀念 就是 今天一個人找你做一件事情 你要想清楚 因為他不是笨蛋 他既然肯找你代表他一定的信任 他相信你可以幫他做話 如果你第一時間否定自己 各位 這個機會就沒有了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們跟大家分享 先求有再求好 接下來我們談溝通 很簡單 今天如果 我要把一件事情 表達清楚 表達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非常好用的東西 3分鐘 現在要拍音樂還有一個結束 等一下我會讓大家拍 來幫我唸一下 第一個叫做 魚 好輕鬆表達一下 第一句話 我幫你用一句話破皮講出竹子 然後把你的重點說出來 然後把你的重點說出來 第二件事情 魚 好 一句話不夠 你會不會有點解釋 這個東西是 理性還敢信 理性 接下來你要有魚 魚肉 魚肉之後你要有 魚尾 好 魚肉就代表說你要舉個故事 說故事 或者 舉個例子 剛剛 Sharon 她講的她跟她的好朋友 大家還記得什麼名字嗎 艾薩 我們在大學的時候做過什麼事情 魚尾 最後你要給人家一個強烈有力的結尾 結尾 好 我馬上示範一次 講一個最簡單的 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叫子儀 我相信說話是一個改變的力量 在大學的時候 我開始 主持過非常多的活動 還有帶課程 那段等我開始到不同的學校去分享 去教學 所以後來我發現一件事情 只要 你肯定改變 只要你用這個方法 其實你站上台 可以有自信 絕對沒有問題 絕對可以變成另外一個人 變成一個人 從來沒有想過的樣子 18歲那年 我主持了第一場人生中的大型晚會 站上台的時候 大家以為我很厲害 其實我緊張得要死 下面有幾百個人 我跟我的夥伴一起主持 下台之後 我還是很緊張 可是當天晚上 都有好棒的感覺 原來我拿麥克風站上台 可以很小的人 可以讓大家 哭和大家笑 所以這件事情促使我 繼續在一條路上走下去 最後我改跟大家分享 一千個想法 或一個行動 如果你今天想要改變自己 麻煩從 說話 說話開始 好康 我剛剛的示範 第一個 我的魚頭 我叫廖子儀 我是一個 用你說話 來改變自己的人 第二個 我解釋 第三個 我講一個故事 什麼故事 18歲那年怎麼樣 第一次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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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萬會 接下來我給大家一個金句結論 達到你心裡 叫做 所以只要用這個 輕鬆表達力的工具 你就可以在三分鐘之內 馬上整理自己萬會的東西 丟出去 聽到那什麼 主打萬會的問題 可不可以 可以 客戶病的問題 可不可以 可以 自我介紹可不可以 可以 任何 你要開場飲料 都可以用 但是記得 一定要有魚 肉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不喜歡吃 骨頭喜歡吃 肉 這個很重要 紅紅香走 共同心吧 解決這什麼 冰山 冰山 那我們都聽過一句話 叫冰山 來幫我聽一下這句話 3 2 1 魚人說話 好像面對一座冰山 拼出水面下的東西 才是正本事 怎麼拼出水面下的東西 有一個故事給大家分享 曾經有一個國二的學生 他要升 國三 他在升國三前一年 大家都知道國三考試 對嗎 他在升國三前一年 他就跟他媽媽說 不可以出去 各種學生跨年 因為我們一定要考試 我沒有生完 媽媽想說平常 我完全讓他去了 可是各位 如果你有當父母 一定很緊張 為什麼 因為那個小朋友14歲 他一個人住去跨年會被緊張 他叫你左等右等 那天晚上又很緊張 等他 10點半 他就來 他就來 去跨年10點半 他就來 可是等他又12點了 他終於抬起電話 打電話給他的小朋友 請問有人接嗎 沒有 為什麼有人接 正嗨 除了這以外呢 是那個時候 12點之後 盲線 簡訊 罐頭簡訊 註冊 盲線中 所以他又怎樣 越來越心急 越來越 神奇 終於到了1點半 外面門打開了 小朋友走進來 如果你是媽媽 第一句話你會說什麼 你轉那麼晚 回來 第二句話你知不知道現在 幾點了 豬頭一點的小孩又說什麼 1點半 可是呢 我們講1點半 就錯了嘛 為什麼 因為媽媽真的想知道現在幾點嗎 不是 所以我想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你要聽她 說了什麼 可是這樣才不夠 我們 文化很奇怪 我們不喜歡把新聞的想法 講出來讓人家知道 我們很喜歡讓人家猜 東北有一個小妹妹 四歲 爸爸在旁邊 她全身張氣息的 她把人家說 你再給我上去 這一句話你試試看 那女兒馬上會上去 她 她就聽不懂 她爸爸在旁邊的筆記 是怎麼回事 所以一個聽不懂 一個又喜歡讓人家猜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溝通 所以你除了 聽她說什麼以外 第二件事情 幫我唸一下 思考她 什麼都沒說 媽媽已經說 哇塞 這晚才回來 你知道我會 感情 可是這樣就夠了嗎 你再往下一層 你不覺得我在擔心你 你是不是 你不在乎我 所以這時候怎麼講的對了 如果你是一個兒子 你怎麼講的對了 來 第三句話 看不看她 想要 老爸媽媽 其實我十二點 就已經打票給你了 可是那個時候 忘記了之後 我沒有人接 到了一點的時候 我想她打給你 我突然想到 你跟我說過 你只要一睡著 在那邊吵醒 你就很難睡 請問這個時候 她不打票你媽媽媽 是不是關心她 是不是在乎她 是不是愛她 這時候她嘴問一句話 肚子餓沒有 肚子餓沒有 所以 我們 需要聽她說什麼 聽她說什麼 最後你要找出她的什麼 想要什麼 用在工作上怎麼樣 找出過程的焦點 找出她想要的東西 所以這三個心法跟大家分享 我都已經在了三個心法 好 我們大概30秒重點回覆來 凡事先求 有 再求 好 好 機會來臨時 先做 做了再說 好 三分鐘 怎麼表達於 輕鬆表達於 她一共有四個部分 哪四個部分 魚 魚頭 魚肚 魚肚 魚肉 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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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改變兩步跟大家分享 第一步叫做 第一步 就是你要踏出去 踏出去不夠 今天這樣談得很棒 可是我們要往下走 你得 持續進步 如果我們停在這邊 我們就在這邊就而已了 可是如果我們可以往下一個階段走 我們可以從 伸手主持人變成熟練主持人 熟練主持人 熟練主持人變成優秀主持人 然後優秀變成卓越 卓越變經典 有辦法 可以 只要你持續進步 沒有辦法 好 好 相信不需要我就說 如果你有持續 你就會像這樣一樣 減肥永遠是明天的事情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句話 改變 從說話開始 我是子儀 那很開心 最後三秒鐘 可以跟大家突破 謝謝 好 那我想先請 現在優秀請借我30秒的時間 準備好了嗎 來 我想跟大家拍檔照 好啦 那請大家就把你的臉露出來 好 來 謝謝